达到的时间 同学有问题的 牧师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 既然自由派的人 他们不相信圣经 或者说是他们是 选择性的相信圣经 那么他们挂一个基督徒的名号 其背后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那你要问他们 你这个问题背后的问题是什么 你这个问题背后的问题 你为什么这样问 因为我在想着我们中国有一句话 叫做挂羊头卖狗漏 上帝不要我们去判断别人的动机 历史的渊源是神学院 在欧洲英国都挂在大学的名下的 所以神学教授往往 而且德国所有大学教授 一样薪水是国家发的 所以他们是学者 你说自由派的神学家 就是自由派神学院的教授 他们从事学术研究 发表或者接纳别人的学术的见解 就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基督教在欧洲 宗教改革的发现率老早就变质了吗 变质的第一步就是神学院变质 我是在讲18世纪 1700之后 之前有一点点 17001800之外很多 1800之后呢 欧洲差不多找不到一间大学里的神学院是福音派的 对不起 1900之后 1980 1800之后还有凯博跟巴文克在荷兰等等 德国就是这些自由派的学说 发源地 最重要的发源地 其次才是英国 美国是最后的 美国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国家 美国是一个使用十一的国家 美国的哲学是很差的 很烂的 都是跟着 广东话说跟着欧洲的口水尾 就是跟着别人的学说的 都是德国进口美国的 OK 所以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所以我要问你 为什么要这样 你要我告诉你什么 我会告诉你自由派神学的渊源 怎么发展的 动机的话 每个人不一样 按照我在 从在神学院毕业到今天 44年 1975到现在 我可以说有好几种的自由派人士 不论是洋人或者华人 第一种 是很傲慢的 看我们基奥派 福音派是无知 瞎矮 过时 封闭的 这一种 就是经典的自由派 第二种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 是在1970末 1980年代初 当时香港的中国神学研究院是非常的保守的 这是不改革中的 那当时我就看到自由派的神学院的教务主任 主动的跑去跟中神早期的讲师 做朋友 那我在我的脑袋里面做了一个笔记 这个记号 原来有一些自由派人士是专门来跟福音派做朋友的 不过我这里加一点 今天 以前在中神教过书的 满好几位 现在去了那个自由派神学院当教授去了 那个是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历史 第三种 第三种的自由派牧师呢 是朦朦胧胧的 简单地说 很不幸 很悲惨的是 他们进错学校 拜错老师 他们并不是有天起来 我觉得我要做自由派人士的 不是这样子的 他们是好人 进错神学院 读错书 出来就是这样子了 他甚至不还可以分发单张 支持歌培里等等 但事实上呢 他已经没有这个干净 没有这个斗志了 因为已经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进错神学院的话 你的终身的同学校有朋友 就是那些吗 就不是保守派的那些咯 当然有例外啦 腾经辉牧师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外 他的自由派神学院 但是他 苏格兰1947年去的 但是他在一个非常保守的教会里面 保住他的信仰 那个是例外的 这种人不太多 再来第一种是傲慢的 第二种是要统战的 第三种是懵懂的 还有没有第四种呢 有的 偶尔有一两个自由派 重生了 转过来福音派的 其中一位呢 叫Thomas Oden O-D-E-N 为理工会的 从自由派转成好手派 不多 你可以说八课也可以算是这种吧 他到大学之后 才真的去读清教徒的书 之后呢 他就成为我们改革中 福音派里面一个建教 时代周刊称他为 福音派的神学交通警察 Theological traffic cop 所以至少有这四种自由派 不能一概而论 我当时在念波书班的时候 我的文艺福音中 是改革的教授 什么都不信的 是长老会的长老 某某长老会的长老 可以在这方面 你可以继续问 你要问哪一个观点角度 我尽我能力 为你解释 那根据您刚才说的 就是一些神学院里面 他们已经就是 走了这样的一个 自由派的这样的一个路线 是的 那么 有些从头就是自由派路线 有的是后来变成自由派路线 那他们这样子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要为他们所代表的中派训练传道人 训练传道人 是 那么他们本身就是说 对圣经他是一种损责性的相信的 对啊 那这样子 所以有很多选择性信圣经的教会跟牧者 分布在各大中派里面 已经一百年了 在美国 在华人世界至少六十年 至少一九六零年到现在至少 在中国大陆就一九二零年代开始吧 嗯 那就是说他们既然不能够完全的相信圣经 对 那 不能传讲 那如果是不能完全的相信圣经的话 是 那么他们的传讲的意义呢 OK 他们会这样说 你们要派搞错了 你们把圣经当作偶像来敬拜 我们呢 相信宗教信仰是回应我里面的感受和时代的文化的潮流 所以比较经典的老旧的自由派的牧师的讲道 比较像社评 比较像报纸的舆论 讲一讲最新的电影 对信仰的什么含义 有的会讲社会公益 政府革命 曾经一度 1970年代 大中派的宣教的款项 送去给拉丁美洲的游击队革命的 OK 一方面社会公益 一方面回应参与社会潮流 一方面在西方的国家做一些政治的评论 这些咯 这些是比较 我可以想得到自由派神学里面 他的确有讲的一些的理论 所以讲台也讲这些 或者呢 比如说水晶教堂的牧师 还有更找另外一位叫做 Norman Vincent Peale 目前他的机构还在出版一本的杂志 叫标杆 Guideposts 可能不止一个杂志叫标杆 那我也偶尔听得到 他们在电台里面广播 有一次呢 那个纽约的教会 Marble Collegiate Church 福祸节的讲道 我听了20分钟 哦 我听懂了 我们要信 信 我们要信我们的信心 我们有盼望 所以你的盼望在 你有盼望 你要有信心 你要信你的信心 你要寄望在你的盼望 大概是这个意思 耶稣福我的意思是 你要信你的信心 你要盼望 把你的盼望寄托在你的盼望上面 就是一种的 讲得不好听的话 是RQ的乐观主义 这个是自由派的 比较老旧的自由派 人民主义 再新一点的就是那些革命的 解放神学的 社会公益等等 你要继续问吗 你既然问这些的问题 我可以提供一些 还有没有跟进的一个问题 他们的神观有问题吗 他们的神观有问题吗 你刚才读了墓里所讲的 他的神跟我们的神不一样 我们也讲过了吗 他们的神 他们的基督 他们的圣经 我们都不一样的 都已经讲过了 墓里都讲得清清楚楚的 不过很多福音派人士 不接纳墓里或者是 没亲的立场 他们不愿意这么严厉的批判 自由派的神跟我们的神 是两个不同的神 他们的耶稣基督 跟我们的耶稣基督 是两个不同的耶稣基督 也就是说 福音派的大圈子里面 福音派的队伍里面 越来越多的牧师 失去了没亲牧里时代的斗志 就对抗这种的心态 他们会这样说 The war is over 自由派跟教派的战争结束了 Don't just keep saying What the Bible doesn't say 你不要总说 圣经不是这样说的 就是不像自由派这样说的 Just say what the Bible does say 你就讲圣经是如何说的就好 你正面的讲就好了 你不要去批判 老实批判自由派 就是说我的 OK 我是1971年大学毕业进神学院的 也就是说我是属于1970年代读神学的 我一生快50年了 48年前进神学院 我亲眼见证着 我的同代失去斗志 有些失去信仰 我们的老师 不论是威明斯特德夫勒的 三亿的 米兰基金会的 阿米兰的 我们的老师那一代 跑去欧洲 德国 英国去读博士 回来是打仗的 我们这代拿完博士回来 是引狼入室的 我解释不了 我解释不了为什么在一代 短短的一代 斗志 消失了 那 与此同时 当然就是自由派的思想 再加上 世俗的哲学 心理学 人类学的思想 就冲进了神学院跟教会了 他们的影响力太大了 OK 那真正守住的 教信仰的 基本上剩下两派 改革中的保守那边 和时代论 就是灾前被提牌的两派 是坚守圣经无误的 其他就站在我们这两派中间 这个就是 剩下的圣经无误 他们就喜欢说 你们是圣经无误的 加个论子 我觉得最讨厌 加个论子 圣经无误就是圣经无误 自由派 是因为神学院变之 福音派是去斗志 也是因为福音派的神学院变之 为什么我在这个师城 新加坡 我唯有在 经练灵修神学院讲课呢 你自己去想一想 为什么我在槟城是跟福音堂弟兄会时代论的 合作17年呢 当地有神学院的 你去想一想 牧师好 刚才我们提到了 就是跟其他的 我们 可以说是 我们不认可的那些教育的那些 人的联合 是 那么 比如说有这样的一些的 现在有这样的一些的联合 就是比如说 有一些的祷告大会 祷告特会 或者是说有不同的宗派 不同的弟兄姐妹 或者是不信圣经的 新派的 这些都参与的 那么我们如何的去 最近呢 搞这些大型祷告会的 是灵人派比较多 自由派的是跟着跑 是的 我个人是不会去参加的 假如我是牧者的 我也不会带着我的教会去参加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现在有一些的宗教 宗教局呢 他们会 比如说面对一些的地震 或者一些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会有这个词汇的施工 我们一同的捐钱 包括佛教 道教 基督教 那么我们是不是这个合作 你可以举个例吗 捐什么钱 就是说支持灾区的群众 灾区的 这种的合作 首先教会应该 有自己的福音派的慈慧时空 这个第一 第二 我跟着薛华 Francis Schaefer的看法 是可以这样做 在慈慧时空 在一些人类共同所关注的事情上 是可以跟非基督教合作 但是不要忘记 自己也做好自己福音派的工作 去震灾 或者是去灾区那里 不要说传福音 特别是支持灾区里的福音派的教会 那个是最实际的 我们是弟兄姐妹 主内的 支持他们 包括灵恩派的教会 灾区 他们需要很基本的物质的帮助 你先搞定神的家里面的人 加拉台书 第六章第四节 你们都读过的 真的机会要行善 特别在神家里的人 神家里是谁 包括灵恩派的 虽然我们不认同他们的神学 毕竟他们还没有 不承认圣经是上帝的话 牧师你好 刚刚在前一讲 我们知道就是说 就是我们 可以去他们 自由派那里去讲道 但是最好不合作 我刚刚好像 我不知道我是记错了 就是说你有去他们那里讲道 我有去新福音派那里教书 自由派有没有请过我讲道 我想一想 我不太记得自由派的教会 有没有请过我 我去的那些是 佩服自由派的福音派 就是富了三句院 很简单吗 富了 就是不信圣经无误的 自称福音派的 我那里教了好几次 那他们是以怎样一种方式邀请你 邀请你的时候是 让你去给他们传福音吗 是让你讲什么 学校嘛 让我去开课 中国教会历史 中国教会神学历史等等 华人在美国的双重文化的议题 这些题目 那么你去的时候 跟他们下交流的时候 你会给他们传福音吗 会给他们讲我们 不是传福音 请记得我们是教书 我的立场会讲清楚 那你有劝勉他们吗 问题是学生啊 也不是自由派 所以我不是去一个自由派学校 明白吗 自由派学校没有请过我 我数一数没有 我都是去福音派的 或者是比较妥协的福音派的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跟自由派的这些人 他们有交流吗 有接触吗 问得好 我想一想有没有交流 为了研究我的中国教会历史 我去自由派的神学院 或者历史馆去找资料 有一个长老会的历史馆 文物馆 一看到我就大声说 Westminster 威敏斯德神学院 就是你这种 既要派的瞎窄的人又来了 一个黑人的女士 其他的耶鲁大学 跟普林斯顿大学 跟雪和神学院的 图示馆比较客气 交流大概就是 另外就是 不如简直切身一点 关于中国大陆的事工 1989之后 就是1990年代 有很多不同派别的 至少华人牧师跟机构同工 会帮助很多中国去美国的 研究宗教跟历史的学者 帮他们开交谈 交流会 等等 其中一些的 我们一起配搭的同工 是自由派的 所以你可以说 我当时在 整个西方社会 第一次面对这么多的 对宗教有兴趣的 或者在研究宗教的 中国知识分子 我们都是在做初步的尝试 所以里面有没有自由派人 不过我没有继续 为什么呢 1989年对我的震撼 不是什么民主 乃是 我们华人教会 有没有准备好 一条的护教跟神学 迎接一些将来要信主的 中国高等知识分子 当然是没有 所以六四 就让我想起五四 1919和1922年的 飞机的教育运动 这些对我 都是很有深刻的印象 就是说 中国华人教会 没有准备好护教 向自己的同胞们 知识分子同胞们 护教 所以最后我也没有 跟着我的这些 亲爱的同工们 跑中国各大大学 我也可以去跑 历史系 哲学系 什么什么系 去交流 然后交换一大堆的名片回来 一大碟的名片 当时还是用名片的 因为我想到 教会假如不强 你怎么交流 怎么带他们信主 他们只不过从一个 中国高等知识分子 信主之后成为一个 中国高等的反知识 的基督徒 我们就是要这么多吗 中国教会继续地在神学 在护教平法下去吗 所以我宁愿在华人教会 里面做工 多过去交流 去跟这些知识分子 做朋友 有其他的牧师 曾教授在做 佩服他们 也需要做 不过这个不是我的 那个岗位就是了 请继续 对 我问这个问题 就是想知道一下 比如说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 遇到他们 我们怎么跟他们交流 怎么给他们传福音 就是 传福音要看 在你们给你的 你这个信心恩赐和训练 我觉得我们这些比较 我应该假设 比较保守的圈子 出来的 我们先要学习 提问 听 理解 不要这么快做判断 传福音 我们有传福音的对象 这些自由派人士 神学家 知识分子 你先去学习 听他们在讲什么 然后守住自己的岗位 传福音 你自己有教会 自己有 有自己的领袖要培训 你做好这个 其他的 你有机会去好去听听 问题 其他时候问一些问题 一起吃饭 听他们讲 多过自己讲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一讲 他们马上就 耳朵关掉了 我在大学第一年级读哲学的时候 我也写论文 功课 最后把市定律全部写出来 结果拿一个C减 没有用 你把福音这样写在你的文章后面 没有用 他们也不欣赏 非常讨厌就是了 你说 是不是 凡是讨厌的事情不做 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说 我们要认定 刚才说吗 我们的信心 恩赐训练跟岗位 先搞清楚这一些 我个人是选择不走那条路 我是有 对不起 很傲慢地说 有这些筹码去走那条路的 我选择留在教会里面 把筹码放在我的恩赐训练机会 放在教会里面 保守的教会里面 训练工人 谢谢牧师 牧师我这里想要问一些的问题 就是关于天主教 因为 我们现在提到有很多 关于基督教的一些的历史 然后关于这个天主教 我们也知道在500年前 马丁路德斯也是从天主教出来的 然后就 改革中 对吗 然后我在想 天主教 他们整个的这个制度 他们是怎么样 如果是说圣经 他们也是 就是说圣经就是一本 他们如何的去看了这个圣经 然后他们整个的制度 他们整个的制度 他们有教王 他们有教王 有这些整个的制度 但是跟我们基督教 当然是不一样 可是基督教是从天主教而出来的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以现在表面上天主教 好像是没有什么事情 可能他们有在改变 然后我们基督教到这个时候 就一直在改变 一直在改变 在整个的这个时代 可是天主教呢 他到底有没有在改变 因为还是说我们是表面上看是没有什么事情 我是想要大概是了解 你没有住在西方国家 他们现在快要破产了 信越代的事情 成千上万 散布在一百个国家 信骚扰男孩子 已经几万个个案 你说里面没有改变 很多事情在发生 OK 我先讲神学方面 先讲天主教的传统官方立场 第一 圣经是神的话 没有错 这是圣灵所默示的 但是教皇或者大公教会 所颁布的预令 是与圣经同等的 也是神的话 第一 第二 耶稣基督是罪人的救主 没有错 但是圣人 玛利亚等等 是有圣余的功德 可以帮你去走后门求情的 所以他们有功德 你可以去借他们的功德的 OK 所以中法不止一个 三 因性称义 他们嘴巴可以这样说的 但是不是唯独因性称义就是了 信心加上圣礼 要其他好行为 所以三点 圣经加上教会所颁布的预令 耶稣加上圣人 信心加上好行为 这个是传统的 天主教从来不会说 我们已经错了 现在改过来 从来不会这样讲的 他会一层层的加上去 好像孔子加个左转 加个什么什么上去的 这是一个 天主教的教皇 和他下面的大主教 主教神父 从教皇到了地方上的神父 或者修女 叫做religious 神之人士 他们叫做the teaching church 教导的教会 下面是平信徒 所以教导的教会 从神父一直到教皇 这一段 是有一些权柄是平信徒没有的 首先他们手上有胜利 有弥撒 洗礼 所以多年来 教皇在欧洲玩弄政治的方法 就是说 你这个皇帝不听我的话吗 好 我把我的神父撤回 他们就 叫苦连天 没有弥撒了 我就会下地狱的 OK 所以他们把胜利 就是他们认为 救恩的钥匙拿着 也加上他们贩毒的御令 这一方面 所以多年来 我们基督教 不可能认同天主教 好了 1962年 1960年代 整个十年 举行了梵蒂冈第二次聚会 梵蒂冈二 那个大会开了十年 天主教开始开放 对基督教开放 不是老实说 我们是异端 叛徒等等 所以天主教的教主 不晓得你们注意到 慢慢出现在 福音派的教会里了 可以了 以前是不可以的 现在可以了 弥撒可以用当地的语言了 不单单都是拉丁文了 那 特别是美国的 天主教的神学家 蛮多是自由派的 那我们基督教的 自由派是不信圣经 他们的自由派 是不信圣经 也不服神父 跟天主教的 官方的教导 所以他们所反对的 对象有二 圣经跟教会传统 或者是教法 所以有一些西方的 天主教神学家 是不卖账的 好了 到了上两任的教皇 一个是波兰人 散动波兰革命的 另外一个是德国人 这个德国人 是跟着波兰人走的 但是他发觉事情不好搞 他辞职了 从来没有教皇辞职的 退休的 都是等到死之后 才再选择一个出来的 他指的 现在来的 这个是南北洲的 这个教皇 是解放神学 彻底的自由派的 所以天主教现在很乱 本来很简单的 你说他们相信 这些东西就是了 而现在不是了 现在呢 跟同性恋他 有话可说 解释他们 解放神学了 因为多年天主教 被意大利老 垄断了 现在来一个南美洲的 从贫穷的国家来的 所以现在很乱 福音派跟基督教 也很乱 跟他们对话 每一次有一个对话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得 天主教所派的对谈代表 一定不是代表官方的 基督教也 很多时候也不是代表官方 什么中派等等 所以可以谈谈 称义这两个字 表面上可以谈一谈 但是不可能真的达成协议的 不过天主教在这边 天主教在这边 他们也知道 非常的缺乏神父 愿意做神父修女的 青年男女越来越少 还有更重要的是 南美洲 拉丁美洲 这种的地方 基督教 特别是灵恩派 增长得很快 也就是说 从天主教的会友里面 一大帮 转教 转到基督教 为什么呢 我会这样解释 我们基督教 包括灵恩派 我们先讲改革宗好了 改革宗讲 上帝的拣选跟护照 所以当我们 有了信心跟得据了 确切的时候 我们知道要荣损一人 在地上勤奋的工作 所以只要你是穷人的话 下一代一定不穷 拉丁美洲 非洲 中国也是一样的 凡是基督教的 宣教是去的地方 第一代穷 下一代就不穷了 因为基督教就搞什么 搞学校 搞医疗 搞水利 帮助农夫 耕田等等 天主教的宣教室去的地方 很明显 贫穷就继续贫穷 全球化 拉丁美洲 中产阶级兴起了 所以大家都 很多都不再卖帐天主教 反正天主教跟林恩派 跟他们传统的宗教 都是很多的群体生活 迷信 喜欢歌唱跳舞等等 很多共通点 所以现在天主教 在拉丁美洲 包括还有另外在菲律宾 的危机是逐渐的失去会友 而且越来越少 青年愿意做神父或者是修女 至于他们怎么再变下去呢 就慢慢来看就是了 我只是很皮毛地告诉你 我从来没有研究过 我在魏民寺的神学院 也没有去修那一课 天主教神学的选修课 应该去修才对 不过这个是一般的一些的常识而已 你继续吧 这样牧师 也就是说如果照这样子 西方的天主教 如果是说在我们这些华人的 这些地方 这些天主教 他们是不是是否 也是各自为政 还是说讲 还是要经过他们的总部 如果按照这样子的情况 好像这一些的事情 都是发生在西方 对不对 那么在我们东方这一个地方呢 OK 问得好 其实基督教也是一样 不论你是会理工会章 会什么会都是一样的 什么说呢 天主教在这边 我曾经二十年前 在纽约的火车站附近 我忘记买飞机票 还是火车票 前面站了一个咖啡颜色那种的 穿袍子的那些修道士神父 Friars OK 刚好在我前面就问他 你们天主教现在 还是不是相信上帝的救恩 是透过圣灵注入 infuse 到人的里面的 这个是他们的官方语言 当然是 所以他们在他们的救恩论上面 官方立场是没有变的 但是有个别的主教神父 已经不卖账 所以有些就比较像我们讲 祷告 读经 传福音 也有的 有福音派的天主教的 有灵恩派的天主教的 OK 所以很多不同的 所以要看个别的神父 可能要看个别的主教 是不是容许 其实事情更复杂 我刚刚从印度回来 我不是去宣教 我去度假去的 你听过华人去印度度假吗 特别是基督徒 我去那个地方 我学到什么呢 我本来就知道 不过去看一看 远远在没有天主教之前 天主教是教皇 590年 早期是 耶路撒冷 安提亚 伊佛索 哥林多 雅典 罗马的教会 对不对 然后 这个菲利 向非洲的太监传福音 结果就是有埃及跟 伊提亚就进入阿比西尼亚的教会 就诞生了 安提亚的教会 在今天的叙利亚 或者是黎巴嫩 传说 使徒多玛 祖后52年去了印度 这个不能够考证 但是我们知道 祖后90年 或者更早 印度的确有基督教教会的 存在到今天 那他们是任叙利亚某某的大主教的 但是当葡萄牙人1490年之后 到了印度之后 他们包括那个圣 应该是圣方济吧 Saint Francis Xavier 强迫当地所有这些叙利亚 讲叙利亚话的 就是耶稣基督的亚兰文 耶稣基督的方言的方言 叙利亚文 他们的弥撒是用叙利亚文的 葡萄牙人 天主教神父就强迫他们 变成拉丁文 就是变成天主教徒 到了1700年代 他们曾经反抗 在某某苦难 数字家面前发誓 永远不要用拉丁文 讲弥撒 一定要回到叙利亚文 所以以前的叙利亚的教会 就变成叫Jacobite 雅各派 就是老旧的叙利亚 现在叫雅各派 因为他们认某某的叙利亚的主教 所以现在有的天主教 是后期的 1490年之后的 以前的被吸收了反抗 又回到以前了 再来1800年 葡萄牙荷兰 英国人来了 英国人来了 圣公会的来就开发 启发他们的思想 所以有一些又不完全认账 传统的 又从天主教又出来一批 又有另外一个名字 所以我要讲的是 天主教之前 老早就有很多的教会 埃及跟阿比西尼亚 Coptic Church 印度 叙利亚 南印度海岸的教会 中国的警教等等 还有就是天主教本身是很庞大 但你读教会历史的话 你会看到还有其他的派别 比天主教教皇制度更老 所以这些叙利亚的基督徒 他们不是白人 从来就是从中东去印度的 中东的是黄皮肤的 中皮肤的 印度人是中皮肤跟黑皮肤的 对不对 所以他们从来就是亚洲人 所以基督教很复杂 复杂到来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说 很多不同的派别 他们可以斗 但是宗教与宗教之间 曾经有一些 很长的时间是和谐相处的 并存的 所以今天天主教的教皇 要去跟这些的叙利亚 希腊这些的 这些不同的东正教的 头头要交往的 有跟俄罗斯的那个大主教 要交往的 甚至不跟犹太教 他们都会握个手 见个面的 天主教在整个世界里面扮演 举足轻重的角色 所以他要做很多不同的政治活动 包括跟那些比较老的 东正教的东方教会 来往 所以很多事情 不是很简单 顺便一提 东正教正在香港 设立教会 1990年代 我在惠顿大学 哥培里中心 我在开课 有一位大学生 我也知道他在讲什么话 他说 林博士 我想请你吃午餐 言下这意思 我想向你传福音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是一个福音 已经转东正教的 他要向我传播东正教 的福音 1990年代 80年代 我坐在纽约 我的邻居是一个阿米念 这个国家的后裔 不是阿米念主裔 他说 Sam 你要成为一个基督徒 什么意思呢 论一个国家归信基督教 阿米尼亚是最早的 309 君子探听王 归信基督是312 313 他们找了四年 OK 这个阿米尼亚呢 就是被土耳其屠杀的一个国家 到今天每年 在洛杉矶都有一次的纪念 抗议 因为土耳其一百年之后都不认账 他们杀了这么多 阿米尼亚人 所以又有另外一个 也是东方的教会 OK 埃及跟阿米尼亚 Coptic 印度 阿米尼亚 还有一般的 尼西亚会议的那些的 希腊东正教 最后是俄罗斯 这些都与天主教 有很多都比天主教更老 我们基督教从天主教出来 这个是历史事实 但是我们改个中说 我们从来就是跟使徒的 所以天主教慢慢走歪了 我们回到圣经 所以不要跟外面历史学家 这样说 你们都是天主教出来的 我们是回到原本 OK 不过你要问的问题 可能问题背后的问题是什么 你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 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在很多时候 我不了解天主教的 整个的这个背景 是 一方面 我们在主人在这个世代 很多人也甚至可能会 基督教和天主教会 会很模糊 也就是说非信徒 而且在特别马来西亚 很多节级 天主教跟基督教要合作的 什么游行 摆设 圣诞节的装饰品 某些的城市 天主教跟基督教 一定要合作的 因为整个国家 有回教 有什么什么教 你们是基督教 你们圣诞节是给你们 去搞活动的摆设的 所以就是 牧师 我就是说想要了解 因为天主教 因为西方和东方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在我们这边 然后一方面来讲 有一些非信徒 他们甚至会问到 说讲 你们天主教跟基督教 有什么不一样 有的讲一样 有的讲不一样 因为甚至他们是完全 非信徒 是完全不知道的 很简单 在这种情况 我们是信圣经的 他们是圣经家教皇 我们是信耶稣的 他们是信耶稣家圣人 我们是 讲了圣经了 讲了信 我们是信的 他们信了之后还要 做好行为 我牧师有没有说一些 比较 比较 简 比较具体一点 比较简单一点 最简单的 不能再简单的 如果这样子跟他们讲 可能 会产生问到 更多的问题出现 所以我们是要好好学 我们的系统神学 我们自己的系统神学 要搞清楚 明白吗 很简单 全世界的宗教 都是 靠行为的 天主教是 半靠行为 也不要冤枉他们 他们是一半 伯拉旧 信心加上行为 耶稣加上圣人 圣经加上教皇 所讲的话 我们不是 你就讲我们这边就好 我们信圣经 因为我也不想说 可能去破坏到天主教 不是破坏 因为 这个是我问过 天主教的神父的 他们真的是相信 洗礼 就把恩典流入当地 换言之 洗礼 洗干净你的罪 这个官方教导 不冤枉他们的 所以你去读一些 天主教的 他们的药理问道 我也去读 反正我买得到的 天主教的弥撒 药理问道 我买了一些的 所以没有冤枉他们 你要用他们的语言 讲出他们的官方教导 然后用我们的语言 讲我们的 福音派信仰 不去维基去读吗 天主教 你去查一查 他们怎么讲的 刚才我讲的三点 圣经 信心 跟中宝 你去看 看维基怎么说 研究一下 不难的 你只是看看 维基怎么说 天主教 然后你把 这种的文章里面 关于圣经 信心 跟耶稣 跟圣人 的字句 抽写出来 不冤枉他们 好 可以 牧师 可以 明白 所以我们读哲学 宗教等等 要用对方的语言 对方的主要的词汇 来讲对方的信念 绝对不 两个字 异端 这个表示我们的无知 跟井底之蛙 不要讲异端 这两个字 你说明他们 在哪些方面 跟我们的圣经信 在哪儿 的东西 对方